街頭發生槍殺案 東西案兩大嘻哈教主陸續禪屍 警官警方介入調查 卻遲遲抓不到真凶 記者和警探連守查案 漸漸揪出背後不可告人的秘密 好萊塢最新電影誰殺的大哥子 改編1996年的真實懸案 由票房巨星強尼代普及奧斯卡影帝 弗瑞斯特 懷特克同台標戲 讓電影更加張力十足 為了更貼近真實故事 還邀請大哥子的母親親自現身電影 今晚已經試過24年大家人歷歷在目 而除了美國好萊塢 今年問底奧斯卡前15強的紀錄片 一場大火之後 同樣描述羅馬尼亞醫療體系的大黑幕 2015年一個音樂展演空間意外發生大火 造成27死160傷的悲劇 然而幾個月後卻傳出37名燒傷患者 陸續離奇死亡 一支新聞調查團隊於是設法介入 開始逐步揭發整個醫療背後的不當勾結 造成人命王室 兩部電影不由而同呈現政府機關的黑暗面 也或許就是持來的正義 才能引發觀眾更大的迴響 密事新聞 綜合報導 最後一段時間